连续不断的朝鲜导弹试射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美国总统川普说 若朝鲜威胁到美国 要彻底的摧毁他 纽约时报则说 川普不点名的批评了中国 今天的媒体观察 我们请海涛来谈一谈 美国媒体如何报道 中国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 海涛你好 你好 平常 海涛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川普在联合国的那场大会上的演讲 具体在谈到朝鲜问题的时候 是怎么说的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是朝鲜呢 就是你如果威胁到我们美国 和我们的盟国 那么我们就对不起了 我们要将朝鲜彻底地把它灭掉 就用图画 他是彻底地摧毁掉 那么这个话就说得相当重了 以前那个美国历届总统 都没有说过这么重的话 所以他这个一说完呢 就引起了当场的这个听众 好多人都非常关注 在听这个朝鲜代表 马上站起来 在川普讲话之前 他就已经走掉了 那么中国会对这个 就是川普总统这句话呢 也反响很大 就总体来讲呢 就是说川普在这么一个 重要的国际场合下 来发表这么一个言论 而且对这个朝鲜 这个金家政权 采取了一种 要把它灭掉这么一个态度 是的确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那么川普总统说了些什么 会让纽约时报觉得 川普是在暗批中国呢 川普总统他是这么说 他说我们有美国呢 就是有很大的实力和耐心 但是一些国家不仅于 就是朝鲜这么一个政权做生意 而且对于这个让世界 陷入核冲突危机的国家 他们还提供了武装 物资和财政的支持 真是令人愤慨 他也说得非常重了 只要川普一说 有这些国家 不仅给中国 给这个朝鲜提供了武装 物资还有财政的支持 大家一下就马上会明白 因为在朝鲜的周边国家中 在朝鲜整个的世界 它的所谓朋友圈之内呢 也只有这个中国有这样的实力 有这样的方便 因为特别近 而且有这样的传统 有这样的友谊 因为从这个金正恩的祖父 今日成起和毛泽东 那就是非常的好的关系 所以事实上来看的话 中国是否确实有这种 直接或者间接 来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的 这种行为 这个在美国方面 一贯不停地有各种各样的报道 比方说最近就是在周二呢 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 就是美国的新 美国的这个情报界认为 中国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 其中一道主要的原料 叫UDMH 这种主要的 就是核燃料 就是有很可能是中国和俄罗斯给提供的 那么在这一方面 除了这几年 还有不断的有关这个中国 比方前去年 都关于丹东的一个公司 就是中国的丹东的 龙红翔公司 有马晓红女士 他们那个就因为帮助这个朝鲜发展核武器 遭到联合国制裁 战往前以前 朝鲜阅兵 它那个运在这个洲际导弹的那个 大的十几轮的那种卡车 大家一看上面是 中国制造的 大家也说是那是中国产品 还有一个就是最近 就华尔街日报报道 就是朝鲜有些这个核科学家 就是在中国的东北哈尔滨的哈工大训练出来的 其中有名有姓的有好多 他们都是学这个尖端技术 信息就是电子 还有流体力学 核物理都是学这方面的 就是中种迹象表明的 就是说美国媒体认为 朝鲜不是中国在各方面 就像刚才川普总统所说的 在武装物资和财政 包括核材料等方面 都对朝鲜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帮助 好的 谢谢海涛 今天做客演播师带给我们的介绍